从图上来看 这三个方向的意义分别在于 首先在台湾岛北部进行演练 不仅是对台北的政治和军事的重要目标进行威慑 而且是对民地党当局的一个敲打 那么其次在台湾岛南部进行演练 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 一是政治上痛击台独的大本营 我们知道台南是台独势力的大本营 二是经济上对台湾岛进行封锁 临近台湾岛南部的高雄港 它是台湾的第一大港 因此演习具有掐住高雄港台湾的海上门户 沉重打击台湾对外贸易的这样一个意味 第三是军事上 我们知道高雄港是台湾海军重要的一个驻扎地 所以这一次演习就表明 解放军能够把台湾当局的海军牢牢困在港内 是对台独势力以武谋独幻想的一个有力的震慑 最后在台湾岛东部进行演练 是为了阻断三条线 一是阻断台湾能源进口的生命线 二是阻断台独势力想要逃避制裁 向外逃窜的逃跑线 三是阻断美国及其盟友 向台独势力提供援助的支援线 是阻断翘的变穤 执天 Abdullah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